沙裔双方表示 赞赏并感谢中国在推动双方 恢复外交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沙特官员表示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倡议坚持穆林友好原则 促进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稳定 伊朗官员表示 中国在支持其他国家扩大合作和发展关系方面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伊拉克 阿曼 黎巴嫩 阿联酋 卡塔尔 土耳其 巴林等多国 对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表示欢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表示欢迎 并感谢中国促成对话 古特雷斯表示 沙特与伊朗的穆林友好 有助于促进海湾地区的稳定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比拉瓦尔 在联合国总部对三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他赞赏中国为推动沙伊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也要是表现了消息中心的OK 硬果称这场级人在称国国上各方面 可是本集纤 rece谬少许传属联ری 要求一声还要不在其他位置 就是关注剖为消责与 compile 打扰小支架挥抚... 好想看到了水平而不是很 patreon 未经许会 继续拒绝 所以我欢迎这个 iniciativa 我 congratulo着领域的三个国家